今天來啊,其實大家就是我本來沒有設定什麼那個成果,因為想說還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辦,所以就先來聊聊。 那其實有很多人來就是提供幫助,第一叫他們就不辭辛勞的讓我認清Excel不是程式可用的資料來源。 所以他們就幫我釐清下一步就是要找人來幫忙,一起把10年數譽從CVS在使用區,就非常清楚跟我講的步驟這樣子。 然後就是剛才也有一位就是Billy他說就是有就是反正下載成一個就是只有逗點的那個。 所以所以到底是要改變什麼? CVS,你那個前面那個是Billy3點。 好,所以有可能原來答案寫對了,但後來又錯了。 好,就是要怎麼知道要下載成一個檔案,然後可能就是他們有讓我認清說,喔就是光是第一步驟,其實我們就已經都彼此一開始都聽不太懂說到底卡在哪裡。 對好,所以認清了之後就第一個要改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其實大家都對這個project有興趣, 所以就是想說之後其實可以有一個共同的協作平台啊,或者是召集一些實體的會議,讓Gilly3點這邊有興趣的參與者,也可以跟參與體驗的人員可以進步討論。 所以我回去就是會著手進行這樣的事情。 另外呢就是剛才有一位怡婷呢,他就是會對他的專堂就是影像,然後其中一個就是拼音貼,比如說360度環狀的影像怎麼把它製作出來。 所以在我們討論之下,他馬上就願意幫忙,所以我們5月11號到13號三五題節的打算就讓潛水志工試拍看看,到底會拼成什麼樣子。 這樣子搞不好就有一個比較實體化,而且我們在討論的時候發現一些盲點啊,像你說比如說在陸地上你要拍沉浸,你就這樣拍就好了。 可是在水底你沒有辦法轉身,你要轉身你要這樣,就是撥水這樣,那就會造成影像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或者是他要踢水他才能這樣繞一圈。 所以有可能只能拍線性的,因為你踢水的時候你只能往前進,這樣子。 那到底要怎麼拍成環狀呢?其實就是還蠻值得嘗試的,所以我們就打算就是請志工試拍看看,然後看到也會發生什麼事,還知道以後要怎麼做。 然後我也在聽就是說要處理的時候地點不能止血綠島柴口,他們就說一定要有一個陸部的坐標,所以就是這10年來這麼多資料呢,就是可能開始針對坐標的部分要有一個一定的程度的就是釐清說到底是在哪裡。 但是其實因為潛水員是對坐標是沒有,給他們坐標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下水之後他們是以他們經驗去判斷地形,就是沒有人在理坐標的。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要再跟實作的人就是去溝通,但是最終就是都要產生一個坐標。 然後另外就是如果我們想要就是潛水之中上傳照片要做辨識的話,著作權要怎麼定? 那這部分就是接下來還會再跟團隊一起討論。 所以現在就是突然覺得很有方向了,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